这对狠心的父母 把正在睡觉的女儿塞进烤箱 下一秒猛地关上烤箱门 小女孩尖叫着从烤箱里爬出来 不料还没爬远 就被父亲一脚踩下去 母亲怕她呼救 连忙扯住她的头发 用胶带封住她的嘴巴 再次把女儿拖进烤箱 任凭女儿如何撕心裂肺地哭喊求饶 他们还是狠心地按下了开关 这时负责虐童案的官员及时赶到 连忙将女孩从烤箱里救了出来 其量女孩的父亲还是不死心 突然扑向警察想杀了女儿 母亲这时也突然拿起匕首 恶狠狠地刺向女儿 幸亏被警察及时制止 可不知为何 母亲看向女孩的眼里充满了恐惧 随后二人被逮捕 警员小美看到女孩无家可归 实在可怜 于是决定把女孩领回家 打算照顾她 但她却不知道 这一决定会让她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这天小美来到女孩之前的家 打算帮她收拾一些行李 进门后小美却发现地上挖了一个坟墓 深不见底 并且墙上还挂了很多十字架和驱魔的东西 女孩的卧室门上还加了三把大锁 这让小美更加确定 女孩的父母精神有问题 随着与女孩的慢慢相处 小美发现女孩乖巧懂事 但是却从来不笑 小美以为是之前受到的虐待造成的 打算让身为心理医生的男朋友 疏导一下女孩 可谁知小美刚离开 女孩就变了一副面孔 和男人的对话也变得十分的成熟 男人没有多想便回答是黄蜂 谈话结束后 男人觉得女孩十分可怕 让小美赶快把她送走 谁知当晚男人就发生了意外 男人晚上正在看书 突然赶到耳朵一阵刺透 他连忙跑进洗手间 竟然从耳朵里掏出了一只马蜂 他强忍着害怕把马蜂冲进马头 害怕地洗了把脸 可谁曾想刚擦完脸 后背竟然又出现两只 紧接着男人后背爬满了马蜂 就这样 男友死在了马蜂围攻之下 马蜂凭空出现却又莫名消失 在男友的葬礼上 小美十分伤心 女孩握住小美的手 但小美却抽出了女孩握住的手 小美感觉男友的死跟女孩一定有关系 她来到监狱找到女孩的父亲 可还不等小美开口询问 父亲就开口问道 谁死了 这对狠心的父母 把正在睡觉的女儿塞进烤箱 父亲表示她从出生就被恶魔赴了身 自从女孩出生后 原本的尸口之家 死的只剩他们夫妻二人了 想要阻止她继续杀人 就只有杀了她一个办法 从这天起 小美也开始害怕女孩 就连下了班也不愿回家 这时同事却说有电话找小美 小美接起电话 里面却传出女孩的声音 小美害怕地连忙挂断电话 谁知在意抬头 办公室所有人都消失了 手机也不见了 晚上小美鼓起勇气回家 女孩给小美做好了晚饭 询问她要不要吃 可小美根本不敢停留 直接进了房间 到了晚上 女孩开始疯狂敲门表示想要进来 小美害怕地缩在角落 过了一会敲门声渐渐消失 小美壮着胆子打开房门 却发现空无一人 正当小美刚要松一口气时 屋里的衣柜却发出响声 小美被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出门外 遇到一辆公交车 拼命拍打着车门想上车 小美上了车后说有怪物在追她 司机看了眼车外表示根本没人追她 小美狼狈地下车后却根本不敢回家 她开车想要逃跑 奇料刚上车 女孩却突然出现在后座 女孩威胁小美以后必须听她的话 小美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对狠心的父母 把正在睡觉的女儿塞进烤箱 被警察救下后却接连杀了三个人 收养女孩的小美走投无路找到女孩的父亲 而父亲却说只有杀了她才能解决一切 并且只有等到她睡着之后 可通过她三个月的观察 女孩从来不睡觉 唯一一次睡觉还是他们救下她的那一晚 小美回到家中 看见女孩在看她父母的录像 随后制造幻术 让监狱里的父母产生幻觉从而自杀 小美找到自己的上司 想让她帮忙杀掉女孩 上司得知所有事情后决定帮她 谁知她当当走进车库 就看到一只恶犬等在她的车旁 而她最害怕的就是狗 她连忙掏出枪准备防身 不曾想上车后一转身 竟然发现恶犬出现在后座 一口咬住她的胳膊 随后小美接到电话 得知上司竟然开枪杀了自己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女孩造成的 实在忍无可忍 她走进客厅一把掀翻了电视 大喊着让女孩滚出这个家 小美被吓得连连后退 害怕的跑回房间将房门反锁 用柜子和床顶住房门 却根本无济于事 女孩还是破门而入 小美害怕的躲在床底下 她找到了躲在床下的小美 威胁小美如果再不出来 就要杀了她 面对威胁小美只能屈服 晚上她将安眠药碾碎放进茶屋 红女孩喝下 半夜她偷偷打开房门 看到女孩睡着后 快速用绳子封上房门 用汽油泼满了整个屋子 一把火将自己的房子烧了 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小美内心无比的畅快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谁知下一秒女孩竟然出现在她身后 女孩走到她的身边拉起她的手 小美此时内心无比崩溃 小美开上车决定和女孩同归于尽 随即她家大油门 女孩仿佛看穿了小美的心思 告诫她不要开这么快 接着说出了小美心底最恐惧的事 原来小美小时候曾经遭遇过一场车祸 而正是这一场车祸让小美失去了父母 一瞬间 眼前的景象突然变成了曾经的车祸现场 小美出于恐惧害怕地闭上了双眼 并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继续加大油门 下一秒竟然穿过了卡车 小美最终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孩制造的幻想 一直以来都是用幻想让人自杀 最后小美抱着必死的决心 一脚油门冲进了水里 车子缓缓下沉 小美打开安全带想要游上去 却被女孩一把抓住 小美把女孩死死地按在水里 原来恶魔最害怕的竟然是谁 随后小美打开车门 游了上去 随着车子缓缓下沉 恶魔也永远地消失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恐惧 或许当我们勇敢地直面恐惧时 我们将无所畏惧